先朝我的頂部砍一刀 然後之後他想要往府內的走進去 我就上前把他抓住 然後托他的刀 然後再把牙齒打 我不知道有留那麼多的血 所以想起來是看到那個傷口 其實真的是有點嚇到 經過幾天休養 被50刀砍傷的周姓憲兵還原經過 承願重回總統府戰兽 歹徒闖總統府砍人震驚全國 國防部長馮世寬下令檢討 各單位用槍時機 但問題真的出在這嗎 假設有歹徒靠近準備接近憲兵 我們就會做制止的動作 那我們當然會吹哨 如果這時對方手拿武器 而且還有進一步攻擊 靠得太近 我們才會有拔槍的動作 就會先嚇止他 叫他不要動 或者是叫他往後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空鳴槍 再經過嚇阻後 對方人不停止動作 真的是受到脅迫的時候 才有辦法去做開槍的動作 制止他 那當然是要打一些比較不會危機到生命的 比如說手 應該是腳 休息的時候也要帶點警覺的狀況 因為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 開了槍以後 你可能會面對 這個歹徒家屬的這個指責 然後社會的踏乏 促成整個社會氛圍喔 在軍警這些 這個治安人員或維安人員 不敢這個按規定 來使用這個槍械 軍警用槍為難 而憲兵看似威風 事實上勤勿相對繁重 尤其人力更是驚非喜比 過去俯後武裝少加便衣少 大約有八人 但這次意外發生時 俯後只有四名武裝少 和兩名便衣少站稿 你搞得勿兵制 很多人不願意到軍中來服務 像國安的維安人員 很多都掀兵來了 他們都會受到衝 人數就會受到衝擊 機關重地 你這裡別的地方人員可以少 這個地方不能少 台灣最高權力中心 戰略位置卻一功難守 今天體質不良 如今訓練母兵制 加上社會氛圍 讓後天再失調 東中府維安終將指 無解不及